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4.5篮板6.6助攻 这映然是超级得分手的数据了 除了数据漂亮 利拉德还是一个大仙脏球员 关键时刻浓潮起重大 但是利拉德除了个人表现精彩之外 球队成绩一直未能有所突破 开拓者已经意识到 利拉德不适合作为球队基石 恩比德刚满24岁 但是他在场上的表现却非常老道 丝毫不像一个年轻人 恩比德技术全面 球伤非常高 被誉为奥拉朱旺二世 恩比德已经是联盟第一中锋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持健康 然后打出伟大的比赛 靠心思如果不是大伤 也不会掉到第五盘来 他是杀伤力最强的内线巨手 一人之力就可以在对手内线翻江倒海 新赛地加盟友是 很可能拿下个人手冠 对靠心思来说 现在最重要是好好恢复身体 找回状态 第四的球员有字母哥 凯里欧文 克里斯保罗 约翰沃尔 拉萨尔雷斯布鲁克 许多的专家预测 在詹姆斯退役之后 联盟的第一人之争 会在杜兰特和字母哥之间展开 字母哥拥有变态的长臂和运动天赋 他上赛季场均拿下26.9分 10.0篮板 4.8助攻 投篮命中率高达53% 但是三分命中率只有30.7% 对于字母哥来说 加强投篮能力能让他再上升一个高度 但是即使中院投能力差又如何呢 他已经预定联盟未来第一人了 欧兰可能是目前最强的攻击型控球后卫 起立的突破和跳投 他在进攻段拥有最丰富的武器库 任何一种方式都能帮助球队结束比赛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再次证明自己有能力带领球队进入总决赛 保罗已经34岁了 还有伤病困扰 但是他还能出现在这份榜单里实在不容易 保罗十几年如一日对比赛高超的阅读能力和掌控能力 让他始终是联盟的超剧之一 沃尔除了身体素质劲爆 跟人数据出色之外 小编也实在想不来他干了哪些 值得人们进入的事情 除了说人们相信他还有潜力可以扒绝 否则他不会进入这份榜单 少赛季威少继续爆表 又砍下场军三双的捏天数据 但是威少想要有进一步的突破 他必须克服勇士和火箭两座大山 而且西部今年还来了詹姆斯这座大山 威少下赛季搞不好又是一轮游 第三当球员有卡巴伊伦纳德 安东尼戴维斯和詹姆斯哈登 即使上赛季已经拿了MVP 哈登依然不被妹妹看好 在各种超剧榜单中前五都见不去 但是哈登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让媒体光目相看 哈登正处于职业生涯颠峰期 下赛季如果火箭还能拿联盟第一 那哈登连装MVP也不是不可能吧 伦纳德的闹剧终于结束了 去了多伦多之后 希望他能洗心革面 重新找回打球状态 需要他能重拾打球的激情 他依然是詹姆斯最恐惧的对手 戴维斯拥有最强的天赋 他是这个世代的加内特 但是他在季后赛还没能够有所作为 齐湖也应该给他找几个帮手 再浪费大维斯天赋球迷都看不下去啊 第二等球员有杜兰特和库里 最强的空位和进攻力最强的球员的组合 他们只要保持不分开 还能拿下更多的冠军 但是他们也不是没有弱点 库里防守中容易成为对手的单挑对象 在防守端被消耗过多 也影响了他进攻端的火力 而杜兰特在西部决赛中 也暴露出第四节体力不值的情况下 像旅游所下降的问题 第一等球员只有詹姆斯了 詹姆斯已经34岁了 但是联盟中还没有出现能够挑战他地位的人 詹姆斯新赛季如果能带领胡人夺得总冠军 那他历史地位很可能就超越乔丹了